二人 奔跑马克典记 推出全新重题 全新篇章 助理推荐乡村振兴 归咎美丽家乡新画卷 绿水千山就是千山的影神 我们完全真真正地感受到了这种画 尖叫十月 跟着奔跑的角度 从城市到乡村 文艺西 文建道乡 奔跑吧特别记 原版人马回归 每周五又可以看到周深了 特别记节目将于九月下旬开始录制 上季原版人马回归 周深 杨颖 李晨 郑凯 沙益 蔡徐坤 白鹿 熟悉的阵容 熟悉的感觉 在一起的默契和快乐 每个人都有梗 好玩 真的太期待了 期待他们更多的精彩 期待周深的高光时刻 我只是个明月的 我只是一个仆彩都会想去拜师的男人 我不是写你啊 我不是忘记你啊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开始变变了什么 你们还没开始玩任何一个游戏 就开始怀疑我 大家不要太期待我好不好 可是我死了 一定是因为这变场太慢了 我这么痛了 是什么的办法 也没有想过自己会逃 这个游戏真的有开始过吗 我不太适合这种 太聪明的角色 好 我太挺开心 你们自己给会吧 笑话满足了 你不要过来 你什么意思 我好像用这么多潜贴去描述它 你看我的家庭比较高 对比你好关心 你跟我在跳过屁股 你为什么破坏我的怨气 二人知道我的空间 梦里打败我 吹在天空下 童年的梦给我一双翅膀 呼喽 呼喽 刚才我们表演的这个 这个规则简直是中间走 你觉得吹出一个水 对 大家还在牛肉干 你真的不跟这个 不太小女孩重播过来的吗 没错 我就是那个 哈密男孩 夏季月的风 吹在天空下 爱我的人给我飞的力量 吹着风的孩子 吹着光的手掌 他一直笑得太大色了 我别人在找不到 他都吃到战了 见识别人打了乡起化碎 相依我都听见了 可能可战的团婚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我先跟上你 唉 童年的梦给我一双翅膀 周深官宣加盟 我在他乡挺好的 湖南卫视中秋之夜 9月10号晚7点30 湖南卫视芒果TV 双平台同步播出 敬请期待 非常期待 9月10号晚8点档 2022年央视总台中秋晚会 CCTV1 CCTV3 CCTV4 同步播出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 娱乐圈有实力 有观众员 没有负面新闻的歌手 那么多 为什么各大电视台 都扎堆喜欢邀请周深呢 唱歌有水平 还能创作歌曲的歌手 也不少 为什么只有周深 能成为秋晚的香波波呢 个人认为 首先是实力问题 周深的嗓音 非常有特点 荣美空灵 不仅自己读唱时 很出彩 还与许多歌唱家 有过精彩的合作 实力是得到了观众 和业内专家普遍认可的 晚会邀请周深这样的实力派 演唱水平有保证 观众看起来赏心悦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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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的歌 也适合浪漫的中秋演员之夜 气氛感拉满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观看 然后周深从出道至今 一直保持高人气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歌曲传唱度高 代表作《大鱼》 更是数度登上各大电视晚会的舞台 跟张颜老师合作的《灯火里的中国》 还上过春晚 而且周深公众形象正面 没有乱七八糟的新闻出来 真正意义上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取得成功的年轻一代 非常具有代表性 尤其周深在去年央视秋晚的节目 配合设计浪漫唯美的舞台 周深还首次掉薇娅 在半空中尝试模仿太空的一个状态 像嫦娥奔月 今年的秋晚也很让人期待 关键今年的这些秋晚 都是提前录制的 周深时间上安排得过来 当然年纪轻轻的百灵鸟周深 能成为今年各大卫视秋晚舞台上的香伯伯 一定有它过人的地方 这句话这么难接吗 你值得信任吗 狗狗你好重啊 最好有这个力气 我就跌死了 太过分了 把你活上了 你刚给我力不来看 这个味道 好厉害 这种情节 别人 困惑的事在余生 还陪你前往 想去的地方 就像那 草木生长 我们站在 彼此身旁 牵着手 在夜里连闯光 你时间悠悠 如果你睡不着 记得听钟声的歌哟 One Two Three Go 草原最美的花 火红的萨尔朗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流浪的人